大家好 我是答文系咖啡智洋Steven 那上一期我們到答文系咖啡 智洋老師跟我們講的七項建議 讓大家從85分到95分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另外一個器材 它是更為穩定而且更簡單 是的 所以就是今天眼前這個RS16 那我們請智洋老師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這個RS16它為什麼能夠讓大家用簡單的方式 就會做出那麼好喝的咖啡 是 那我現在來示範一下怎麼沖煮這個濾杯 首先這個RS16它是一個全玻璃的材質 那它會叫RS16是因為它是設定用16克的咖啡豆 然後它會附入200克的水 所以它其實粉水筆是一個比較濃的一個沖煮的方式 1比12點多 1比12點多 然後它的研磨需要比一般的手沖更粗 對 因為大家可以看喔 它中間是不需要濾彩的 是的 它不需要那麼多 也不用濾布 就是靠著這個 中間這個尖細 底座的尖細 然後會擋住它那個 是 然後呢水會下去 它會流在上面 所以它要用比較粗一點 是 它才不會震過去 可以看到很特殊的一個這個 這個底座的結構 是是是 那也因為它這一邊是全玻璃的 那這個是它最難做的地方 對 那因為它的設計者其實是個醫生 那它不希望塑膠的東西 會融住在咖啡裡面 了解 所以它堅持用玻璃 那這個玻璃就是用燒的嗎 對很好做 可以理解啦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玻璃有伸縮嘛 要把它燒到什麼均勻 然後呢 孔隙差不多大 可能這是難處 其實是不容易的 對 很好 那我這邊就磨了16克的咖啡粉 然後我會磨得略粗 那我在倒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會先找另外一個粉杯 然後在倒的時候 因為一定會有一些粉是會掉下去的 因為它沒有綠彩 對 所以我把它搖晃平了之後 再把這邊剛之前的 落下了一點點粉 倒進來 那我們就開始沖煮了 所以我等一下會注入200左右的水 那我還是會先悶蒸 所以開始計時 簡單的注水 讓所有的粉都有吃到水 這邊就沒有什麼技巧 對 就均勻吃水就好 那這時候其實當然就是排氣 然後一些會滴下 你會看到其實下面有點粉 可是其實這些粉 並不會真的造成這麼嚴重的出局的風味 我們杯色也都是泡在水裡面 對 然後等到差不多悶蒸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水直接注到滿 簡單的繞圈 甚至我在國外看過很多人是直接拿拉花 鋼杯直接倒的 你倒完之後差不多會在150左右 剛好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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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你會看到它粉會開始慢慢的落下 沉澱 沉澱 因為其實它這個濾杯最厲害的是 第一個它不用過濾的媒介 一般我們的過濾媒介分成濾脂 跟金屬濾網 對 那濾脂會是很乾淨的 可是它會讓咖啡美好的油脂會流在裡面 會過濾掉 喝不到 所以我們用濾布的像洪西湖的咖啡 你會發現上面更油亮 對 香氣更好 更滑順 可是有時候那個濾布的保養很麻煩 很臭 你可能不好濾布變抹布 所以濾布在清潔上又會讓很多人頭疼 那像金屬濾網它又會喝到金屬味 所以它是一個沒有過濾媒介 單純靠自身的咖啡粉 現在可以看到上面已經分兩層 下面會有一層粉 上面有一層粉 那就是利用這個粉去做 阻擋這個水 阻擋 讓它到過濾層 因為它細粉會慢慢慢慢的下來 就把這些通道都堵 了解 很特殊的一個思考點 是 然後再加上就是你喝得到油溶性的香氣 香氣 脂溶性 油溶性 酒溶性 那你喝得到油溶性 就會覺得更加的飽滿 滑順 就部分的香氣它是 必須要有在油脂的環境之下才會溶出來 是的 可以好 所以這樣就200了 就200了 然後我200了 然後最後就是它是一個直筒型的 那這個直筒型的就會跟我們一般來講的追鹹濾杯比較不一樣 因為追鹹濾杯會容易中間過脆 兩邊會容易出去不足 而直筒型的它的粉層的厚薄是差不多的 那水壓直接的往下壓 它會更容易的均勻萃去 可是它沒有厚薄問題 是的 也沒有粉層分布問題 是的 所以相對來說就是 你煩你水下去它水壓力都是均勻的 是的 然後像這個其實官方建議的風阻時間是4到6分鐘 因為其實它現在已經呈現是一個半浸泡 半低率的方式 所以像這樣子慢慢的泡 它也不會容易過脆 你可以讓水慢慢的流過去 甚至國外有一些人 它是水倒完 它就去做它自己的事情 等它流到乾 滑手機滑到那裡 刷個牙等等之類的 而且它時間比較長 但是你相對來說 你可以不用灌它 對 就倒完就沒事了 那老師請教一下 這個時間 像我們一般手衝是大概2分到3分鐘左右 那如果我們泡到6分鐘 那為什麼說它比較不容易出複雜味 因為其實 如果你今天是用手衝系統 等於算是低濾型的 那低濾型的水再流過粉 最後帶走的物質的效率 它的風味是先前面濃後面淡 前面效率很高 對 然後後面變成是淡 因為後面出來的風味物質就不多了 就不多了 可是我們在做浸泡是整體的粉跟整理的水 對 在泡在裡面 所以它的物質出來到一定的飽和度之後 它的物質會不太容易再出來的更多 就等於說我已經融到一定的量以後 後面的效率會降低 下降 對 所以它的溶出效果會變差 那反而就會到達一個飽滿 而不會那麼容易過脆 所以反而這個是相對安全 對 所以就好像我們在做杯測 杯測我們看我們是8分鐘之後開始喝 可是你會喝到一下子就是過脆嗎 其實不會 對 因為它是浸泡的類型 所以它反而是效率比較低的 是 但是也是安全 對 那它是半滴滴半浸泡的方式 了解 所以可以看到 現在到了後半段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粉都已經 往下沉澱了 是 然後上面是水的部分 就是它已經 所以這個時候流速會變得比較慢一點 會越來越慢 那這個時候 因為它會根據不同的粉 比如說不同產區 不同烘焙度 然後它會略微的有 偏快或偏慢 那你可以根據這一次的沖煮 下一次再去調出或調細 或者是如果當你真的發現太慢 你拿一根湯匙 就這樣把它插在底部 去創造一個水流通道 讓這邊最余的水流下去 超 插超多的 對它就去創造一個通道 那它就會很快速的流完 就等於過濾成中間有一個通道 對 那它就會很快的能夠得到一杯咖啡 了解 所以我們就沖完了 真的 其實超簡單的 如果以參數來說 就沒有什麼參數可以 對 它就是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 你會看到其實這邊的粉 下面有一點點的細粉 咖啡裡面一點點細粉 好 那我們就來請學長幫我們明見一下 謝謝 我們來喝喝看 不知道跟大家想像中的味道 會不會一樣 因為如果大家以手沖為主的話 這個也可以不完全像手沖 是 半低率半浸泡 很特殊的一個系統 好我們來喝喝看 香氣其實真的不像是 泡出來的味道 是 你會覺得很飽滿 香氣很足 很甜的很足 水果型的香氣 真的是 各位如果沒喝過 可能沒辦法想像 香氣竟然 能夠那麼足量 這麼簡單的概念 是 我想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第一次喝的話 一定會正經的就是 它的層次感 你可能無法想像到說 怎麼會跟 傳統的 我們以為的浸泡類的 差很多 層次感非常的鮮明 對 它還是有它的層次在 那有一些 有時候浸泡它味道會是 要嘛是一坨 要嘛是很水 對 那它其實還是有它的層次在 因為它在低率的過程當中 還是有它的先跟後 對 只是它的後段是浸泡多 對 所以它前半段還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醃得很 那個粉還沒有很厚的時候 流出來還是比較快 對 那個時候其實就還是像 我們在講的前段很會 對 可能香酸還是會比較明顯 是 但後半段有很長的時間 都在做填桿 對 所以它這個前面強 強度強 但是就分量少一點 是 後面就很長的填桿 所以就組合成它的層次 是 學長破解了它 其實蠻厲害的 這個設計我覺得 這個巧思放在那個 如果一般人來說 可能不懂為什麼 那就好喝 對 它就是很簡單 可是其實它的設計的精髓 都把它做好 真的耶 真的是細節 就是很恐怖耶 很厲害 如果你想要喝喝看差異的話 就是歡迎來達文西咖啡喝喝看 我們現場都可以提供手衝 你要選擇用RS16 還是用其他的濾杯 OK 如果各位真的是 真的是 聽了學長的描述很好奇的話 真的是 真的過來喝喝看 因為實在是很有趣 你無法想像到 這麼簡單的系統 可以做出這麼好的咖啡 是 OK 那我們謝謝Steven老師 跟大家分享RS16的相關 如果大家有機會 我可以來達文西咖啡來玩一玩 OK 那我們下支部影片見 拜拜